二十件,设计鬼才发明的一次性用品,超市根本买不到 第二十件,你肯定没有见过这种一次性的烟灰缸 它每个里面都有一个面烟纱,玉水就会膨胀散开 不仅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还能牢牢吸附住烟灰不会掉 用完就直接扔掉,干净用卫生 第十九件,现在出门住五星级酒店 我是不会再用它们的浴巾了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之前是被拿来擦过马桶还是臭脚丫 所以我都是用这种压缩浴巾,吸水就能膨胀 摸起来手感比家里的浴巾还要柔软 而且尺寸非常大,虽然是一次性的 但是晾干以后再用十次也完全没问题 第十八件,家里有油烟机的 一定要放这种防漏油款细油棉 它正面吸油,可以把油污吸进细油棉里,不会流动 背面复合蓝色隔油抹,防止漏油 起到正面吸油,背面不渗漏 你看这是使用后的油烟机,但是烟机槽还是干干净净的 用完直接丢进垃圾桶,方便干净又卫生 第十七件,这种自带点符的棉签 家家都给背上,传统点符反复开盖使用 不干净也不卫生,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用的时候把红色标记得一头掰断 点符就会顺着导管流向棉前头 夏天有蚊虫叮咬,磕磕碰碰 随身带着使用也很方便 第十六件,一次性手套 一定要选这种怎么拽都拽不破的 TPE的材质,可以直接接触食物 它这个是防穿刺的,平时包下包螃蟹都不会出破 像打扫卫生,做家务都很方便 第十五件,这一定是一个很讲卫生的人研究出来的好东西 把香皂做成纸一样的薄片 随身携带,小小方便 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一张洗手 浴水即容,泡沫也足够丰富 出门在外不必再用清水洗手了 捷进一军的同时还有淡淡的清香 第十四件,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空气炸锅 那这个空气炸锅指你肯定需要 每次烤东西之前把它放进去 它是这种烤盘式的,这样压一压 不管大锅小锅都能用 就连四圈都弄不到脏 烤完的炸锅根本不用洗 平时还可以垫在盘子底下当个西油纸 盘子都不用刷了 现在倒手50只,怎么用也不心疼 第十三件,我也是去了邻居家 才知道还有这种一次性桌布 以前请客吃完饭打扫卫生真的要抓狂 这个桌布上次分享过 现在又来一部活动 有多种口味可选,尺寸够大 防桌,圆桌都能用 放在桌上好看又干净,还很厚实 防水防油,吃完饭的桌子不用打扫 直接捡起来扔掉就可以 一盒有20张桌布 聚餐每天换两张也不心疼 第十二件,旅游在外 洗什么内裤啊,干不了 放在行李箱里面嫩丑 独立包装一次性棉内裤 一般的一次性内裤都是纸的 他家这也是棉的,穿得舒服 平时用不着 想要的时候来不及买呀 趁活动赶紧备着 第十一件,你们现在还在用卫生纸包鞋子吗 容易被风吹走 现在都开始用这个了 它是无纺布的,刷干净的小白鞋放进去 绳子一抽很方便 这样晒出的鞋子干净还不易发黄 还有过激的厚鞋子都可以用它来打包 防潮又防尘 第十件,据说这个东西叫一网打劲 把它套在厨房水槽的过滤网上 不管什么剩菜剩饭,茶叶残渣 轻轻一拉就可以丢掉了 再也不用用手去抠里面了 而且不用担心堵塞下水道 还可以放在卫生间地露上 过滤头发和头发洗 第九件,我求你不要再用这个纱布蒸馒头了 难用难洗,还容易滋生细菌 用这个新款的蒸笼布把 一包里面有三十片 每次用的时候抽一张 剩下的密封起来 直接扑在蒸锅里就行了 它这个透气性很好,不粘连 它可以反复使用 也不会像纱布一样缩水 第八件,把你家厨房的臭麻布都扔了吧 这是我妈在网上买的懒人麻布 看得像纸,其实是布 擦油擦水,哪脏擦呢 还能用来当洗碗布,特别结实 脏了洗血还能继续用 千万别看价格,因为我怕你买太多 第七件,不穿袜子 穿男鞋的话,脚底下就黏糊糊的 鞋地也脏得不行 穿上袜子总会露一点,就很丑很丑 把这个放在单鞋里头或者老公的运动鞋里头 原生木匠的材质 看,不仅稀罕还特别透气 踩上去就是很舒适 半个月换一次就行,方便一用卫生 第六件,我猜你家肯定用得到这个小东西 茶叶放进去,可以用它泡茶 大料放进去,炖肉炖排骨不会飘得到处都是 把花椒放进去,放米桶里还可以防止生虫 关键还很便宜哦 第五件,现在出门住酒店一定会带上这个一次性的马桶垫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前面都是谁做过 这个弹性很大,适用于大部分的马桶圈 无仿不材质的,非常轻浮,也不会沾屁屁 而且坐上去也不容易跑动 这个看着很薄,但是防护性很好 第四件,终于找到了这种可以直接接触食物的保鲜膜套 以前买的这种包装简陋,没有标识,根本不敢用 这一款是食品级PE材质 比传统的这种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过年的剩菜剩饭用它一套就可以 还不挑盘子,能冷冻,还能为波炉加热 一包一百个,买两包更划算 第三件,夏天搅后跟脱皮单裂的 可以试试这个一次性脚套,几点身体乳 有条件的可以再加的精油,均匀涂在脚以后 直接拿这种一次性脚套骨个二三十分钟 一周做个两三次,简直嫩到不行 好用还不贵,艾特闺蜜囤起来 第两件,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这个一次性冰袋一定要趁早准备好 平时有什么喝不完的饮料都可以倒进去做成冰块 袋子倒过来可以自动封口,放冰箱里面也不会串位 好玩又方便,用的时候捡几块下来 倒点许笔饮料啥的,这样喝简直太爽了 第一件,这种独立包装的牙线就太方便了 它一头是高弹力牙线 另一头可以当做普通牙签 一盒里面有五十只,能用好久了 出门吃饭或者拆旅行,盖上几只